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生兼济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处 失却便宜损自身 十分惺惺十五分 留取五分与儿孙 若是十分都使尽 后代儿孙不如人 当下秦明黄信两个到扎门外看时 望见两路来的军马 却好都到 一路是宋江花蓉 一路是燕顺王埃虎 各代一百五十余人 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 大开扎门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 宋江早传下号令 休要害一个百姓 休伤一个寨兵 教先打入南寨 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 王埃虎自先夺了那个富人 小喽喽尽把应有家私 金银财物宝货之资都装上车子 再有马匹牛羊尽数千了 花蓉自到家中 将应有的财物等项装载上车 搬娶七小妹子 内有清风镇上人数都发还了 众多好汉收拾一了 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都回到山寨里来 车辆人马都到山寨 向巨厅上相会 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坐于花蓉间下 宋江就把花蓉老小安顿一所歇处 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楼了 王埃虎拿的那富人将去藏在自己房内 燕顺便问道 刘高的妻今在何处 王埃虎答道 金凡是与小弟做个压寨夫人 与却与你 且唤他出来 我有一句话说 宋江便道 我正要问他 王埃虎便唤道听前 那婆娘哭着告饶 宋江喝道 你这婆妇 我好意救你下山 念你是个命官的宫人 你如何反将冤报 今日擒来 有何理说 严顺跳起身来便道 这等淫妇 问他则是 拔出妖刀 一刀挥为两断 王埃虎见卡了这富人心中大怒 夺过一把破刀便要和燕顺交病 宋江等起身来劝住 宋江便道 燕顺杀了这富人也是 兄弟 你看我等一力救了他下山 叫他夫妻团圆玩具 让物子转过脸来叫丈夫害我 先帝 你留在身边 酒后有损无益 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 叫先帝满意 兄弟便是这等寻思 不杀了要他何用 酒后必被他害了 王埃虎被众人劝了 默默无言 燕顺喝叫小喽喽 打扫过尸首血迹 且排燕席庆贺 此日宋江和黄信主婚 燕顺王埃虎郑天寿 作媒说和 要花容把妹子嫁于秦明 一应礼物都是宋江和燕顺出备 吃了三五日筵席 自成亲之后又过了五七日 小喽喽探得事情 上山来报道 大厅的青州慕容之府 深江文书去中书省 奏说反了花容齐鸣黄信 要起大军来征脚扫荡秦风山 众好汉听罢 商量道 此间小寨不是酒链之地 他或大军到来四面围住 又无退步 如何迎敌 若再无粮草 必是难逃 可以计较个长殿 宋江道 小可有一计 不知众得诸位心否 当下众好汉都道 愿问粮策 往兄长指教 自这南方有个去处 地名换作梁山坡 方圆八百余里 中间丸子成鸟儿蛙 朝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 把住着水坡 官兵补到 不敢正眼去他 我等 何不收拾起人马 去那里入伙 秦明道 既然有这个去处 却是十分好 只是没人眼尽 他如何肯辩纳我们 宋江大笑 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仪式 直说道 刘唐济书将金子谢我 因此上杀了颜婆夕 逃走在江湖上 秦明听了大喜道 只就当日商量定了 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 把老小并金银财物 衣服行李等件 都装在车子上 共有三二百匹毫码 小喽喽们 有不愿去的 激发他些银梁 认从他下山去投别主 有愿去的编入队里 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 通有三五百人 宋江叫分座三起下山 直坐去收补梁山坡的官军 山上都收拾得停荡 装上车子 放起火来 把山寨烧作光地 分为三对下山 宋江便与花蓉 先引着四五十人 三五十骑马 簇拥着五七辆车子 老小对账先行 秦明黄信 引领八九十匹马 合着应用车子 坐第二起 后面便是 燕顺王埃虎正天寿 三个引着四五十匹马 一二百人 离了青丰山 取一路 投梁山坡来 鱼路中 见了这许多军马 旗号上又明明写着 收补草扣冠军 因此无人敢来阻挡 再路行五七日 离得青州远了 且说宋江花蓉 两个骑马在前头 背后车辆载着老小 与后面人马 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 前面到一个去处 地名换队影山 两边两座高山 一般行事 中间却是一条 大阔异路 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 只听得前山里 罗鸣鼓响 花蓉便道 前面必有强人 把枪带住 取弓箭来 整顿的端正 再插放飞鱼带内 一面叫骑马的军士 摧散后面两起军马上来 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 宋江和花蓉两个 引了二十余计军马 向前探路 至前面半里多路 早见一簇人马 约有一百余人 前面簇拥着一个骑马的年少壮士 怎生打扮 胆见 头上三叉冠 金圈玉垫 身上百花袍 紧织团花 甲皮千道 火龙林 带树一条 红马脑 七一匹 胭脂抹就 如龙马 十一条 珠红花杆 方天脊 背后小笑 尽是 红鸡红甲 那个壮士穿一身红 骑一匹赤马 立在山坡前 大叫道 今日我和你比试 分个胜败 见个出迎 驾 只见对过山岗子背后 早拥出一对人马来 也有百事余人 前面也捧着一个年少骑马的壮士 怎生模样 胆见 头上三叉冠 顶一团锐血 身上冰铁甲 匹千点寒霜 素罗袍 光射太阳 人画带 色漆明月 坐下七匹 灯碗玉兽 手中 轮一只 寒几银骄 背后小笑 都是 白衣白甲 这个壮士穿一身白 骑一匹白马 手中也使一只方天画戟 这一边都是素白旗号 那壁都是 降红旗号 只见两边 红白旗摇 阵地花枪 鼓雷 那两个壮士 更不打话 各听手中画戟 纵坐下马 两个就中间 大阔路上 交锋 比试胜败 花蓉和宋江见了 乐住马看时 果然是一对好厮杀 正是棋逢敌手 降狱良才 单见 江峡营里 卷一道 冻地冰霜 白雪光中 骑鸡驴 冲天火焰 雾园东木 山茶河 美蕊振辉 上院春农 离本宫 逃之斗采 这个岸南方 丙冰火 四眼摩天上 走丹炉 那个岸 西方更心金 如太华 风头翻玉井 宋无忌愤怒 骑火罗的 飞走到人间 平吉神声称 跨欲酸泥 纵横临世上 左右红云 清白气 往来白雾 见红侠 当时两个壮士 各是方天化吉 斗到三十余河 不分胜败 花蓉和宋 花蓉和宋江两个 在马上看了喝彩 花蓉一步步 踩马向前看时 只见那两个壮士 逗到剑身里 这两只脊上 一直是金钱豹子尾 一直是金钱五色帆 却脚坐一团 上面容涛截住了 哪里分拆得开 花蓉在马上看见了 便把马带住 左手去飞鱼带内取弓 右手向走兽湖中拔剑 搭上剑 拽满弓 驱着豹尾荣涛较 较清楚 嗖的一剑 恰好正把荣涛射断 只见两只华籍 分开做两下 那二百余人 一起喝生彩 那两个壮士变不动 都纵马跑来 直到宋江花蓉马前 就马上欠身生惹 都道 愿求神剑将军大明 花蓉在马上答道 我这个义兄 乃是运城县压司 山东吉时宇 宋公明 我便是清风镇之寨 小李广花蓉 那两个壮士听罢 扎住了脊 便下马 推金山倒一入 都拜道 闻名久矣 宋江花蓉慌忙下马 扶起那两位壮士道 哦 借骤在身 未可讲理 且请问 二位壮士高姓大明 那个穿红的说道 小人姓吕明芳 祖贯潭州人士 凭习爱学吕布为人 因此习学这支方天话籍 人都换小人做小温侯吕芳 因犯生要到山东 消失了本迁 不能够还乡 全且站住着队影山 打家结社 近日走着个壮士来 要夺吕芳的山寨 和他各分一山 他又不肯 因此每日下山厮杀 不想原来原法注定 今日得欲及事与尊严 又欲得花将军 名不虚传 专听二公指教 宋江又问 这穿白的壮士高兴 哪人答道 小人姓郭明胜 祖贯西川嘉陵人士 因犯水银豁卖 黄河里遭风翻了船 回乡不得 原在嘉陵学的本处兵马 张提侠的方天籍 向后使得精熟 人都称小人做赛人贵 郭胜 江湖上听得说 队影山有个十几的 站住了山头 打家劫舍 因此 一进来比兵几法夺山 连连战了十数日 不分胜败 不期 今日得欲二公 天语之幸 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 就与二位劝和如何 二位壮士大喜 都移隐了 后队人马已都到了 一个个都引着相见了 旅方先请上山 杀牛载马言会 此日却是郭胜 知酒设习炎厌 宋江就说 他两个壮仇入伙 凑队上梁山坡去 投奔朝盖巨义 那两个欢天喜地 都移隐了 便将梁山人马点起 收拾了财物 带要起身 宋江便道 且诸 非是如此去 假如我这里有三五百人马 投梁山坡去 他那里一有叹戏的人 在四十里探听 唐货 直到我们来收补他 不是耍处 等我和燕顺先去报之了 你们随后却来 欢作三起而行 花容秦明道 兄长高见 正是如此计较 陆续进城 兄长先行半日 我等崔都人马 随后起身来 且不说队影山人马 陆续登城 只说宋江和燕顺 各骑了马 带领随行十数人 先投梁山坡来 在路上行了两日 当日行到晌午时分 正走之间 只见关道旁边 一个大酒店 宋江看了道 孩儿们走得困乏 都叫买些酒 吃了过去 当时宋江和燕顺下了马 入酒店里来 叫孩儿们送了马肚带 都入酒店里坐 宋江和燕顺 先入店里来看时 只有三副大座头 小座头不多几副 只见一副大座头上 先有一个在那里站了 宋江看那人时 怎生打扮 单见 裹一顶 猪嘴头金 脑后两个 太原府 金不换 扭丝同还 上穿一领 造仇山 腰计一条 白搭 下面腿奔护膝 八搭 马鞋 桌子边 倚着根短棒 横头上 放着个衣包 那人生得八尺来长 蛋黄骨扎脸 一双鲜眼 没根滋燃 宋江便叫九宝过来 说道 我的办当人多 我两个 借你里面坐一坐 你叫那个客人 移换那副大座头 与我办当们 坐地吃些酒 九宝应道 小人理会的 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 先叫九宝打酒来 大碗先叫办当 一人三碗 有肉便买些来 与他众人吃 却来我这里斟酒 九宝又见办当们 都立满在炉边 九宝却去看着 那个工人模样的客人道 有劳上下 挪接这副大座头 与里面两个官人的办当 坐一坐 呐喊称怪呼地坐上下 便焦躁道 也有个先来后到 什么官人的办当 要换坐头 老爷不换 燕顺听了 对宋江道 你看他无礼吗 由他变了 你也和他一般监视 却把燕顺按住了 只见那汉转头 看了宋江燕顺冷笑 九宝又陪小心道 上下 周全小人的买卖 换一换 又何妨啊 呐喊大怒 拍着桌子道 哼 你这屌男女好不识人 欺负老爷独自一个 又换坐头 便是赵官家 老爷爷别屌不换 高则生 大脖子全不认得你 小人又不曾说什么 哼 量你这死敢说什么 燕顺听了 哪里忍耐得住 便说道 无大汉子 你也屌强 不换便罢 没可得掉吓他 那汉便跳起来 抄了短棒在手里 便应道 我自骂他要你多管 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 其余的 都是把来做脚底下的你 严顺焦躁 便提起板凳 却待要打将去 宋江阴家那人出语不俗 横身在里面劝解 且都不要闹 我且请问你 你天下只让的哪两个人 我说与你 请得你呆了 愿问那两个好汉大名 一个是苍州横海郡柴氏宗的孙子 换作小旋风柴记柴大官人 宋江暗暗地点头 又问道 那一个是谁 这个又蛇者 是运城县压司 山东吉时与胡宝义 宋公明 宋江看了阎顺暗笑 阎顺早把板凳放下了 呐喊又道 老爷只除了这两个 便是大宋皇帝 也不怕他 你且住 我问你 你既说起这两个人 我却都认得 柴大官人 宋江 你在哪里 与他两个私会 你既认得 我不说谎 三年前 在柴大官人庄上 住了四个月有余 只不曾见到宋公明 你曾认得黑三郎吗 你既说起 我如今正要去寻他 谁叫你寻他 他的亲兄弟 铁扇子宋亲 叫我纪家书去寻他 宋江听了大喜 向前拖住道 哎呀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 那汉向了一面 便拜道 天姓使令小弟德宇哥哥 真心错过 空去孔太宫那里走一走 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 问道 家中近日没甚事 哥哥听彼 小人姓石民勇 原是大名府人士 日常只靠放赌为生 本乡及小人一个义民 换作石将军 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 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 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 说哥哥大名 因此特去运城县 投奔哥哥 却又听得说到 未是在逃 因见四郎 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人来 却说哥哥在白虎山 孔太宫庄上 因此又令小弟要拜师哥哥 四郎特写这封家书 与小人寄来孔太宫庄上 如寻见哥哥时 可叫兄长坐骑回来 宋江见说 心中遗迹 便问道 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 曾见我父亲吗 小人在比 只住得一夜便来了 不曾得解太宫 宋江把上凉山坡一截 都对石勇说了 石勇道 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 江湖中 也只闻得哥哥大名 淑财仗义 既困福威 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 致必携带 这个不必你说 何争你一个人 且来和烟顺思见 以免这里斟酒 莫要别出去 三杯酒吧 石勇便去包裹内 取出家书 慌忙抵御宋江 宋江接来看时 风皮密封着 又没平安二字 宋江心内 越是疑惑 连忙扯开风皮 从头独治一半 后面写道 父亲于今年正月出头 因病身故 现今亭丧在家 专等哥哥来家迁葬 千万千万 切不可恶 宋青 气血编书 宋江独霸 叫声苦 不知高低 自把胸脯 垂降起来 自骂道 不孝逆子 坐下卑微 老父身亡 不能尽人子之道 出生何意啊 自把头去壁上磕状 大哭起来 严顺石勇抱住 宋江苦得昏迷 按赏方才苏醒 严顺石勇两个劝道 哥哥且醒烦恼 宋江便吩咐严顺道 不是我寡情博弈 其实只有这个老父记挂 今已没了 只得星夜赶归去奔丧 叫兄弟们自上山泽个 哥哥 太宫既已没了 便到家时也不得见了 世上人无有不死的父母 且请宽心 迎我们弟兄去了 那时小弟却陪逝 哥哥归去奔丧 畏为晚矣 自古道 蛇无头而不行 若无仁兄去时 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 哦 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时 误了我多少日期 却是使不得 我只写一封背戏书闸 都说在内 就带了石勇一发入伙 等他们一处上山 我如今不知便罢 既是天叫我知了 正是度日如年 烧梅之急 我妈也不要 从人也不带 一个连夜 自赶回家 燕顺石勇哪里留得住 宋江问酒宝解笔宴 讨了一副纸 一头哭着一面写书 再三叮咛在上面 写了风皮不沾 交与燕顺收了 讨石勇的八达麻鞋穿上 取了些银梁 藏放在身边 跨了一口腰刀 就拿了石勇的短棒 酒食都不肯沾唇 便出门要走 言顺道 哥哥也等秦总管 花之寨都来相见一面了 去也未迟啊 我不等了 我的输去并无阻止 石家贤弟自说背习缘故 可谓我上赴众兄弟们 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 休怪则可 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 菲也斯独自一个去了 且说燕顺通石勇 只救那店里 吃了些酒食点心 还了酒钱 却叫石勇骑了宋江的马 带了从人 只离酒店三五里路 寻个大客店 歇了等候 次日晨排时分 全火都到 燕顺石勇接着 贝戏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 众人都埋怨燕顺道 你如何不留他一留 石勇分说道 他闻得父亲磨了 恨不得自也寻死 如何肯停脚 拔不得飞到家里 写了一封背夕书 闸在此 叫我们只顾去 他那里看了书 并无阻止 花蓉与秦明看了书 与众人商议道 事在途中 进退两难 火又不得 散了又不成 只顾解去 还把书来疯了 都到山上看 那里不容 却别做道理 九个好汉并坐一伙 带了三五百人马 渐进梁山坡来 寻大路上山 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 只见水面上锣鼓震响 众人看时 漫山遍野 都是杂采齐帆 水泼中 照出两只快船来 当先一只船上 摆着三五十个小楼螺 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 乃是豹子头临冲 背后那只哨船上 也是三五十个小楼螺 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 乃是赤发鬼流淌 前面林冲 在船上贺问道 如等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官军 敢来收补我们 叫你人人皆死 个个不留 你也须知暗梁山坡的大明 花容秦明等 都下马立在岸边 答应道 我等众人非是官军 有山东金氏与宋公明哥哥 疏扎在此 特来乡头大栽入伙 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闸 且请过前面 到珠桂酒店里 先请书来看了 却来乡请私会 船上把青旗指一招 如围里照出一只小船 尚有三个愚人 一个看船 两个上岸来说道 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 水面上见两只哨船 一只船上把白旗招动 铜锣响处 两只哨船一起去了 一行众人看了 都惊呆了 说道 端帝此处 官军谁敢轻盲 我等山寨如何积得 众人跟着两个愚人 从大宽转 直到汉地忽律 珠桂酒店里 珠桂见说了 迎接众人都相见了 便叫放翻两头黄牛 散了分力九十 讨书扎看了 先向水亭上 放一只响舰 射过对岸 卢尾中 早摇过一只快船来 珠桂便换小喽喽 吩咐罢 叫把书 先积上山去报之 一面殿里 沙仔猪羊 管带九个好汉 把军马囤住 再四散歇了 第二日晨排时分 只见军事吴学鸠 自来珠桂酒店里 迎接众人 一个个都相见了 蓄礼罢 动问背信 早有二三十只 大白照船来接 无用珠桂 邀请九位好汉下船 老小车辆人马行李 一个自都搬在各船上 前往金沙滩来 上得岸 松树敬礼 众多好汉随着朝头领 全赴古月来接 朝盖围头 与九个好汉相见了 迎上官来 各自乘马坐轿 直到巨翼厅上 一对对讲礼拜 左边一袋胶椅上 却是朝盖 无用 公孙圣 临冲流堂 软小二 软小五 软小七 渡迁 送万 珠桂 白胜 那时白日数白胜 数月之前 已从几州大牢里越狱 逃得到了山上路火 皆是吴学鸠 使人去用度 就得白胜脱身 右边一带交易商 却是花容秦明 黄信燕顺 王英 郑天寿 吕方 郭胜 石勇 列两行坐下 共是二十一位好汉 中间焚起一炉香来 各设了室 当日大吹大雷 杀牛 宰马 严席 一面叫新道伙伴 厅下参拜了 自和小头目 管带严席 收拾了后山房舍 叫班老小家眷 都安顿了 秦明花容在席上 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 清风山抱冤相杀一事 众头领听了大喜 后说吕方郭胜 两个笔事急法 花容一箭射断荣涛 分开话急 朝该听吧 一死不信 口里含糊应道 只如此射的亲切 改日却看笔剑 当日久治半憨 十功数贫 众头领都道 且去山前先玩一回 再来复习 当下二十一位头领 向前向让 下街贤步乐情 观看山景 行至寨前第三关上 只听得空中 树航冰红嘹亮 花容寻思道 朝盖雀才意思 不信我设断龙涛 何不今日就此施成些手段 叫他们众人看 日后敬服我 拔眼一观 随行人半数内 却有带弓箭的 花容便问他 讨过一张弓来 在手看时 却是一张 泥金雀化细弓 郑重花容意 汲取过一支好箭 便对朝盖道 恰才兄长 见说花容射断龙涛 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 远远的有一行雁来 花容未敢夸口 小弟这支箭 要是雁行内 第三支雁的头上 舍不重使 众头领修效 花容打上箭 拽满弓 驱得亲切 往空中 只一箭射去 看时弹箭 雀化弓弯 开秋月 凋零箭发 蹦寒星 赛燕排空 八字送横不乱 将军念剑 一发端地不差 乌影乡 云中倒坠 树生在草内哀鸣 血模糊半卧绿烧灵 大代下众人 其喝彩 当下花容一箭 果然正中 燕行内第三支 直坠落山坡下 急叫军事 取来看时 那支箭 正穿在燕头上 朝盖和众头领 看了 紧接骇然 都称花容作 神臂将军 吴学究称赞道 修炎将军 比小李广 便是养游鸡 也不及神手 真乃是山寨有幸 自此 梁山坡 无一个 不亲近花容 众头领 再回听上言会 到晚各自歇息 此日 山寨中再被言席 一兵作刺 本是秦明 才及花容 因为花容 是秦明大救 众人退让花容 在林冲肩下 做了第五位 秦明第六位 刘唐做了第七位 黄信做第八位 三软之下 便是燕顺王埃虎 吕方郭盛 郑天寿 石涌 赌千送万诸贵白盛 一行共事 二十一个头领作定 清赫炎炎已毙 一举梁山坡 山寨里天造大船乌雨 车辆时务 打造枪刀军器 铠甲头盔 整顿惊奇跑好 弓弩箭矢 准备逮捕冠军 不在话下 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 连夜赶归 当日身排时候 奔到本乡村口 张社长酒店里 暂歇一歇 那张社长 却和宋江家 来往得好 张社长见了宋江 容颜不乐 眼泪暗流 张社长 东东问道 鸭丝有年半 来不到家中 今日 且喜归来 如何尊严有些烦恼 心中 未胜不乐 且喜 官室与玉舍了 必是减罪了 老叔自说的是 家中官室且靠后 只有一个生生老妇没了 如何不烦恼 张社长大笑道 鸭丝 真个也是做耍 令尊太公 却才在我这里 吃久了回去 只有半个时辰来去 如何却说这话 老叔休要取笑小职 便取出家书 叫张社长看了 兄弟宋青明明写道 父亲于今年正月 出头末了 专等我归来奔丧 张社长看罢说道 呸 哪得这般事 只五十前后 和东村王太公 在我这里吃久了去 我如何肯说话 宋江听了 心中一盈 没坐道理处 寻思了半晌 只等天晚 别了社长 便奔归家 入的庄门看时 没一些动静 庄客见了宋江 都来参拜 宋江便问道 我父亲和四郎有吗 庄客道 太公每日 望得鸭丝眼穿 经得归来 却是欢喜 方才和东村的王社长 在村口张社长店里 吃久了回来 睡在里面房内 宋江听了大惊 撇了短棒 进入草堂上来 只见宋青迎着 哥哥便拜 宋江见了兄弟不带笑 心中十分大怒 便指着宋青骂道 你这忤逆畜生 是何道理 父亲现今在堂 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 叫我两三遍 自寻死处 一库一个昏迷 你做这等不孝之子 宋青恰待分说 只见屏风背后 转出宋太公来 交道 我儿不要焦躁 这个不赶你兄弟之事 是我每日思量 要见你一面 因此叫宋青 只写道我没了 你便归来得快 我又听得人说 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 又怕你一时被人 窜得落草去了 做个不忠不孝的人 为此积极寄书 去换你归家 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 石勇寄书去与你 这件事竟都是我主意 不甘四郎之事 你休埋怨他 我恰才在张社长殿里回来 睡在房里 听得是你归来了 宋江听罢 那头便败太公 游喜相伴 宋江又问父亲道 不知近日官司如何 已经设诱 必然减罪 是见张社长 也这般说了 宋太公道 你兄弟宋青未回之时 夺得诸童 雷恒的气力 向后只动了一个海埔文术 再也不曾来勾扰 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 今闻朝廷策立皇太子 已降下一道社书 应有民间犯了大罪 禁检一等科段 据以刑开各处施刑 便是发露道官 也只该个徒留之罪 不到得害了性命 且由他却又别做道理 宋江又问道 朱雷二都头 曾来装伤吗 宋青说道 我前日听德说来 这两个都拆出去了 朱童拆往东京去 雷恒不知拆到哪里去了 如今县里 却是星天两个姓赵的 勾设公事 我儿远路封尘 且去房里江西几时 何家欢喜不在话下 天色看看江湾 欲吐东升 约有一更十分 庄上人都睡了 只听得前后门发寒起来 看时四下里都是火把 团团围住宋家庄 一片声叫道 不要走了宋家 宋太公听了连声叫苦 不饮此起有分叫 大江岸上聚集好爱英雄 闹事从中来显忠肝义胆 天刚有分接相会 地煞同心尽携从 毕竟宋公明在庄上 怎的脱身 且听下回分解